现在中国跟北韩跟俄罗斯 也常常在军演 那这些商船 如果你是国际教博来的军演 事实上他们会知道路线是怎么走的 所以在上一次佩洛西来的时候 事实上这些商船们 运天然气的这样 他都知道要怎么走 他们在全世界 只要不是战争而是军演 他们都知道这些怎么去走他们的航道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如果很多人会提到说 中国把我们封锁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台湾海峡的两侧 是一个国际上非常繁忙的商务的通道 所以你把这个封锁了 你影响的这个地区 不仅是台湾的这个部分的商品 没有办法进出 你也影响到韩国日本的商务 那你假设老公是叫做封锁 我坦白讲 这个跟宣战没有什么两样